歡迎大家收看Focus on Sports 我是今日的節目主持人余德希 踏入3月各項Interschool Sports的比賽 好像足球、排球和籃球一樣 就已經進入到白熱化的階段 現在我們不如來重溫一下各項比賽的精彩片段 排球是我們拉沙的主要運動項目之一 而在2月26日所舉行的Interschool B Grade Semifinal 我們拉沙就遇上了有效DBS 在2月27日我們在長沙環體育館 進行B Grade排球準決賽對戰拔萃藍書院 一開始拉沙都打得挺好的 一度領先12比佬 就好像這球一樣 對方的球員想用時間差一攻擊 誰知都是被我們難忘成功 雖然是這樣 但他們技術都是技高一籌 就好像這球一樣 一散就拿了1分 拿沙其後積極反撲 但還是無保於是 以25比16落敗第一局 去到第二局 拿沙仔做出幾次幾次的進攻 好像這球一樣 12號的輪迴程 趁著對方不留神的時候 釣一釣球就過網 拿了這一分 他的隊員當然是相當興奮 不留神了 你看一下 拔萃這球的車線 真是打得挺漂亮的 但裁判就說他出界了 真是可惜 而我們就因為這一分 追回一局 打和1比1 稍作休息之後 就進行第三局的決戰 在第三局 阿沙仔的表現比較失準 在帶了這一球出界之後 筆瑞最後就贏了2比1 進身決賽 而在另一邊 我們的B Grade足球隊 亦都在準決賽狹路相逢 遇上我們的有效南拔 去保護 個人的勝動 有效南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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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半場,雙方都有射文的機會,但未能把握 在完場前幾分鐘,對方9號妙傳給5號 再傳給後上13號射入喇沙大門,追成2比1 但已經維持熱慢了 最後,喇沙維持2比1的戰局,去到完場勝出這場比賽